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直接加入凉水 把凉水加入了以后开始小火慢炖 然后把雪木打掉以后开始小火慢炖 大家看满满的一锅肉 我们这里又煮点新鲜羊肉 这样和风干牛肉配的一块味道特别好 满满的一大锅 可能有个七八公斤吧 水快开了 大家看这个冬肉色泽金黄 这个现在炖了有个四十分钟了 要继续炖 小火慢炖 千万不要用高压锅 这样子 肉特别香 用高压锅破坏肉的香 肉质 煮了一个多小时了 大家看这个肉 今天家里来客人 大家看我们哈萨克族 这个桌子 都摆一些这个 像干果呀 葡萄 这些 凉菜 囊 这还有干果 叶枣 乌花果 水果 水果 干果 点心 果酱还没上 当然 当然少不了这个 马肠子 大家看 凉菜 两个半小时 我们这肉熟了 大家看 煮的特别软 我们下个面片子 这面片子是种超市美的 好 把下熟的面 对 平补到盘中 碗里面上面浇点这个 我们的皮下子汁 这肉摆放 它也有讲究的 这是我们哈萨克族的蒋巴斯 这就是我们煮好的手抓肉 碗里和最后一步 我们浇点 蝦子汁 嗯 这量非常大 有 冬肉 还有新鲜羊肉 欢迎大家 收看 我是红叶里图 希望大家点赞关注 和在评论区进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